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2月19日 NBA印第安娜全明星正在打响 本届全明星赛从票选阶段就出现各种争议声 比如利拉德见了东部全明星首发 比如库里被亚历山大亚少超越 比如哈登落选全明星等等 有一点可以肯定 联盟在里捧中声带快速上位 传奇老将注定要慢慢沦为陪陈角色 由于恩比德和兰德尔因声缺席 所以特雷安和巴恩斯蒂不入选 实话实说 西部落选全明星阵容 哈登 欧文 西安 姆雷 福克斯 萨伯尼斯等 都比东部剃度实力强 班凯罗 巴恩斯包括杰伦布朗 入选全明星都有些牵强 此外 东部全明星主帅是熊路的老李福斯 西部全明星主帅是森林郎的分歧 这是伏笔 赛前美眉列出一组数据 詹姆斯在全明星赛中 此前得分426分加出场 时间522分钟 加入选全明星次数20次均为历史第一 此外 詹姆斯还保持历史最年轻全明星MVP 记录21岁51天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周月是詹姆斯加杜兰特加库里 生涯首次在全明星实现同队竞技 杜兰特也在胜赞老瞻 他的长生不帅 是衡量伟大的标准 我和勒布朗 斯蒂芬都能达到40岁 快转方面也迎来利好 伦娜的内收机上是恢复不错 可以在全明星正在出战 东部全明星首发 哈利伯顿加利拉德加塔图姆 加自姆哥加阿德巴越 西部全明星首发 亚历山大加东线 起加詹姆斯加杜兰特加约基棋 全明星没有防守 得分注定很高 开局塔图姆和亚历山大就对标三分 詹姆斯飞身批扣 杜兰特抓球反手轮进 字姆哥但吃老战后 杜兰特和利拉德对标起三分球 最后库里登场 战斗库里时首次同场 试图打个战术结果失误了 然后继续杜兰特掩护 詹姆斯助攻库里 接球三分速射空心入网 中断东部外线发力 哈利伯顿连中四季三分 亚历山大和老战连续单打 阿德巴越和库里也对轰三分球 詹姆斯冲刺爆裂炸扣 震惊全场 后半段利拉德和米切尔 又连中四季三分 伦纳德和库里追身三分回应 杰莫杰伦布朗超越三分 马克西的底角三分 第一节打完 东部全明星53比47 领先西部全明星 第一节东部三分球27中13 西部是15中午 唯一一次犯规来自伦纳德 说白了就是三分大赛 第二节回来 詹姆斯长床卫柄不可抓巧爆扣 马克西和米切尔继续下三分语 布伦森续上三分 里拉德跳投 东部全明星最多领先19分 乔治完成二加一止续 杜兰特和亚历山大的三分球 唐斯的一条龙飞扣 西部不断缩小分叉 里拉德继续超越轰炸 姿姆哥报告 杜兰特的三分球和老瞻的空窃 劈口屡屡回应 后半段 伦纳德和唐斯轮番单吃姿姆哥 里拉德续上超越三分后 突破上篮达停西部 节目双套花和哈利伯顿 继续下三分语 半场结束时 东部全明星104比89领先西部 里拉德半场22分 哈利伯顿18分 姿姆哥12分 西部这边 杜兰特和库里郡12分 亚历山大和唐斯均10分 下半场开打 詹姆斯休息 此前詹姆斯已经说过 他会打全明星正赛 但因缴怀伤势不会打太久 下半场詹姆斯不再上场 库里顶替老瞻进入首发 里拉德又开始扔三分 加上他图目和哈利伯顿 但无虚发的三分球 分差一度拉开到27分 中段杜兰特合约激起 回应两季三分球 里拉德的彩虹空心三分 继续回应 后半段西部有反弹趋势 压力山大自抛子扣 加抢断三分 唐斯的批扣 布克和乔治内外开花 西部一路追到只差12分 杰末前伦布朗又内外开花 拉大分叉 库里还修彻不抛头 三节打完 东部全明星160比136领先西部 比赛实际上已经失去悬念 第四节最大悬念是MVP之争 布朗悄悄双分追上利拉德 最后四分钟 利拉德重新上场 连续三分打铁 布朗三分反超利拉德 利拉德回应三分 最后时刻利拉德用中三分 基本锁定MVP 实话实说 相比于赛前约基奇和东泄奇 基富库里 约基奇偷袭东泄奇等一些花絮 正赛真的很无聊 一直在头三分 全场下来 东部全明星211比186击败西部全明星 不知道这样的全明星赛 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原本以为去年的全明星 已经很无聊了 没想到今年的全明星 更上一层楼 简直可以说是史上最无聊全明星 整个上半场 两队就和投篮训练一样 西部出手了28次三分 命中10个 东部更是夸张 逃了48次三分 进了22个 半场就轰下104分 赘品全明星 一时半场得分记录 下半场两队更是诚信互刷 东部每一节的得分都超过50分 西部最后一节也拿了50分 全场比赛 西部三分71中25 东部更是恐怖的97中42 根本没有防守可言 让人看得昏昏欲睡 而此一 两队合计命中了67击三分 东部42季 西部25季 其中利拉得三分球 23中11 哈利伯顿14中10 据统计 NBA全明星赛历史单场 记录由库里保持 库里曾在2022年 全明星有单场16季 三分的表现命中率 59.3% 而本场库里在三分线外 打铁不断 出场26分中 石器投紧6中 3分13中4 拿到16分5 篮板8重工1盖帽 正负质23 全场最低 都快练钢了 赛前库里说自己会投大量的三分 不过今天他得到的机会并不好 基本都是距离三分线有一两步 而且有防守人干扰的出手 唯独盖了班前楼算是亮点了 而詹姆斯出攻不出力 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詹姆斯就表示自己不会打满全明星四节 结果只出战了上半场 全场比赛 老詹姆出战14分中 投篮是中4 3分球3中0 拿到8分4篮板3助攻的数据 如今的全明星赛大致的节奏就是谁三分准 谁就能拉开比分占据优势 詹姆斯今天的三分手感并不好 几次想要秀一下扣篮 身子机能也有点跟不上了 这种全明星大秀 老詹越来越像是一个家长一样 聚光灯也该让给年轻人了 而KD算是今天西部全明星首发当中状态最好的球员了 他投篮12中7 3分8中4 个人砍下了18分5篮板6助攻2 抢断3失误 不过KD也该付老了 他也35岁了 除了几次投篮之外 杜兰特没有太多奔跑扣篮的回合 对他来讲 全明星周末更像是个party聚会 另外今天SGA是西部首发当中最有活力 机会最多的球员 没办法 詹姆斯杜兰特都老了 跃击齐也是慢悠悠的打法 他不扣篮部投三分 都是传球 东谢齐也过了新盾的劲 SGA虽然只打了28分钟 但他的出手术确实西部首发最多的 他投篮16中12 3分10中7 个人拿到了31分4篮板6助攻1抢断 在场正负制负二也是西部首发最高的 另外东谢齐尽管年龄只有24岁 但是东谢齐表现的就像是一个老将一般 他知道全明星就是一个秀 没有当真 喜欢整活 除了常规时间就任后场三分之外 他还来了一次自抛 自扣却被篮筐冒了 数据方面 东谢齐头篮师中三 3分6中一 个人只拿到了7分7篮板7助攻1失误 而未免冠军约基奇 基本一直都在传球 拿到了篮板就赚 不管是前场还是后场 出手大部分都是篮下 投篮8中6 3分1中1 个人得到了13分4篮板9助攻2抢断1盖帽 全明星这种场面 约基奇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大方一彩的机会 而整个西部 也就唐四一个人最想赢 上半场他只得到10分2篮板 但后两节轰下40分 尤其是第四节 他一人不断砍分想要缩小分叉 全场比赛 唐四出战28分钟 投篮35中23 3分球13中4 空看50分8篮板3助攻 另外伦纳德和乔治 两名快转前锋 今天打的时间都不久 加起来两人只打了20分钟 而且基本都是上半场出场 下半场就休息了 伦纳德投篮4中2 3分3中1拿到了5分2篮板1助攻 乔治则是9中5 3分4中2 个人拿到了13分1篮板2助攻1抢断1失误 剩下的布克 浓眉 爱德华茨表现也都重规重举 布克投篮14中7 3分7中1 他拿到了15分4篮板7助攻2抢断 算是替补西表现不错的球员 不过布克还是3分不够稳定 中距离他倒是各种后仰投篮 寂静四座 爱德华茨今天就打了12分钟 看着队友唐四爆发 他倒是会成人之美 把机会都让给了唐四 浓眉就更不用说了 保持健康才是他的首要目标 已经30岁的他 也不投三分 这种场合慢慢不再是浓眉追逐的关键了 另外昨天刚刚拿下3分大赛冠军的利拉德 今天更是抢走了全明星MVP 商办场里指导就火力全开 出展14分钟 13投8中 3分11中6 看下22分外加3助攻1抢断 征负值加4 第四节末段他重新登场 利拉德凭借一记半场3分斩下第39分 利亚杰伦布朗 成为东部得分最高的球员 全场比赛 利拉德26投14中 3分23中11 看下39分3 篮板6主攻 掌握全明星MVP 这也是利拉德职业生涯首次掌握全明星MVP 而在利拉德接过全明星MVP奖杯 现场球迷发出阵阵虚声 只因这是哈利伯顿的主场 主场作战没人为他做球就算了 出手还少利拉德十多次 得分至少利拉德几分 因难怪主场球迷不乐意了 总的来说 去年的全明星已经被称为史上最糟糕的篮球比赛之一 今年不遑多让 短暂的 个别的防守表现后 比赛又成了没有防守的三分大赛 总之恭喜利拉德 虽然全明星打得没啥意思 但是利拉德值得 2G中线超远震撼输出 满载而归 三分大赛外面加上新科全明星MVP 收获颇风